会做家务的人型机器人,能负重85公斤的机械狗,会拉花的咖啡机器人。 9月1号到3号,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。 展会现场,机器人们现身炫技,吸引了诸多观众目光。 人型机器人一直是展会的大热门。 与往年相比,今年机器人们掌握了更多的精细动作。 在某展台上展出的人型智能服务机器人身兼数值,不仅可以提供迎宾接待、养老陪护、清洁打扫等应用服务,还能表演精具。 工作人员郭子齐表示,展示的机器人可以做到有30个以上关节,关节越多就越灵活。 除了唱歌跳舞,还可以实现穿针引线等精细化动作。 那它每个关节的运动呢,都是可以通过编程,通过甚至做强化学习这样的训练,学会每一个技能,比如说端茶倒水,比如说做舞蹈动作,再比如说做家务刷马桶这样的技能。 近日,一条机器狗取咖啡翻车的短视频走红网络,让不少人吐槽机器狗的笨拙。 在大会上,记者看到了一条不会翻车的机器狗。 据介绍,这条机器狗是国内第一款工业级防水机器狗。 它上下楼梯,稳如老狗,适应各种复杂地形,用力拉拽也很难倒地,最大负重85公斤。 能够负载氧气瓶等救援物资进入灾害现场,为受困与救援人员提供帮助。 目前已有变电站使用了这款机器狗进行巡检。 该公司客户经理妙心动坦言,虽然中国的四族机器人起步晚,但是相较国外, 中国在四族机器人的研发方向更偏向应用领域,后续的投入也会更多,后劲更足。 在元宇宙咖啡厅,一台元宇宙咖啡机一手调制咖啡,一手拉花,仅用一分多钟的时间就能完成一杯拉花咖啡。 这台元宇宙咖啡机可以通过AR点单,还能定制拉花花形。 这个花形呢,它是可以在后台程序的编辑,可以自定义咱们自己喜欢的花形啊,比如说公司的logo也是可以的。 先 shipped eigen位置 Fortunately,今天可以讨计币没在这里 现在加入我这男儿检 sebelum爱 也是怎样,我记得此孔figась